今天我們來做一個魚肉水餃 不僅好吃健康,而且材料特別容易得到 我們首先來和麵 這裡是500克中筋麵粉 一點兒鹽,大概3克 把它稍微攪拌一下 這是一個雞蛋清,我量了一下是37克 這個是263毫升的涼水 先把這兩樣混合 兩個液體加起來正好是300毫升 今天我們用的這個單粉和液體的比例是100比60 所以我們這有500克的麵粉正好有300毫升的液體 一般用這個比例活出來的麵可以包包子,蒸饅頭,做餃子皮都可以 做餃子皮的時候,液體稍微剪幾克就可以了 這樣做出來的餃子皮會更筋道 全部調成絮狀以後,我們就下手來揉 這個麵團很好揉,它是一個中等硬度的麵團 所以基本上不怎麼沾手 我們給它揉到沒有乾粉這種狀態就可以了 先醒面5分鐘,我們再回來揉 5分鐘以後,這個麵筋鬆弛了,揉起來特別容易,一點都不費力 我這裡又重新給它揉了大概兩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讓它繼續醒面了 做餃子皮的麵一定要多醒一會兒,最少半個小時 現在我們來調餡 這是一磅的魚滑,一般超時都能買到 200克的豬腳肉,你可以用雞肉代替 150克的韭菜洗乾淨,給它切碎 這是咱們全部的主要材料 現在來調個味兒 鹽,我用了一茶匙半 鹽好像比較多,但是這是咱們全部的鹹味兒了 調魚肉餃子呢,別加醬油,一來它影響顏色 另外呢,醬油的味道會把魚的鮮味給蓋住 這個是花椒水,我就是用一把花椒 然後倒上熱水,等它放涼了,過濾一下 就是這個花椒水了 用花椒水來拌餡兒呢,它不僅可以去腥味兒 而且還特別的提味兒 花椒水一定要分多次加 這裡有一茶匙的薑末 繼續加花椒水,朝一個方向攪 我前後一共加了大概小半杯的量 你要根據這個肉餡的濕度來進行調整 調到最後有這種薑狀就可以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魚滑加進來 再次給它充分的攪拌均勻 現在我們來加點黑胡椒麵,提提味兒 你也可以用白胡椒麵 麻油,我這裡加了一大勺 然後這個大勺粉 它是用柴魚和海帶提煉出來的 我這裡也加了一茶匙 一樣把它們攪拌均勻 現在我們來處理一下這個韭菜 韭菜在和肉餡混合之前呢 先給它加一大勺的油 這就是普通的菜油 把它攪拌一下 這樣韭菜和肉混合的時候 它就不會出水了 韭菜基本上要等著咱們快包的時候 再和肉餡混合 這樣咱們這肉餡就比較緊實 特別好包 攪拌均勻,咱們這肉餡就調好了 麵也醒好了 做餃子皮的麵一定要多醒一會兒 最少得半個小時 醒麵和和麵一樣重要 案板上給它來點補麵,防粘 把麵直接拿出來,不需要再揉了 給這麵一分為二,更容易操作 把另外一塊先放在盆裡頭防乾 我們就把麵給它搓長搓勻 然後就給它掐出大小一樣的劑子 我大概掐出來了三十個一半 所以一共是五百克做了六十多個餃子 掐好以後給它上面撒點乾麵 這樣就不會粘手了 把每一個給它搓圓按扁 然後給它擀成中間厚,邊上薄的皮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包 多放點餡 如果你不是很熟練 可以少放一點 就更容易包一點 對折 然後往裡一窩 我一般喜歡這種雞餃子 特別快 一會兒咱們這六十多個餃子就包好了 水開了 我們給它來一點點鹽 一來增加點底味 另外煮出這餃子更筋道 給它轉一下再開始往裡擱餃子 讓這餃子在水裡頭凍會起來 它就不會粘底了 每放幾個就給它轉一次 這樣餃子一直在水裡頭油 不會沉底 轉的時候也有一個技巧 就是拿這勺啊 沿著邊轉 它就不會把那餃子刀破了 煮餃子的時候千萬別離開 時不時的都得轉兩下 完全滾了以後 我又接著煮了大概兩分鐘 等它完全鼓鼓胖胖的 這餃子就可以出鍋了 這餃子可以蘸一點自己醃的醋蒜 喜歡辣的再來一勺辣椒醬 魚餃子特別的鮮 而且做起來也不難 喜歡我視頻的朋友請點贊訂閱 謝謝觀看 我們下次再見 있습니다